一切法的声音有那种跟外种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这个就是讲到种子有两种因 一个是声音 生起的生 它能够使令一切万法生长广大 第二个是隐音 隐生的隐 它能够使令一切法保持不失 就是种子有生长广大跟保持不失两种的功能 看论文 此外那种子 能生隐音之 枯藏由能隐 任运后灭骨 这个外种植物的种子 跟那种阿赖耶石的种子 都有声音跟隐音 有生长万物跟保持不失的功能 怎么知道呢 枯藏由能隐 植物有时候枯萎了 或者一个人 有情众生的生命死亡了 但是这个植物的尸体 跟人的尸体 不会马上消失掉 因为它的种子有保存的功能 它会怎么样呢 任运后灭骨 它会慢慢地 慢慢地消失掉 所以 这个种子会不断地变迁生命 即使你生命死亡了 它还会保存一段的时间 它还会摄持这个生命 使令它慢慢消失掉 就是 这个种子不但是有生 也有这个隐的功能 心三 非真一真别看心三 非真一真别 这个外种不是一切法的医治处 只有内种才是真实的医治处 所以叫非真一 跟真一的差别 看论文 外种内为原 由一笔熏息 其实 这个植物的种子是以内在的阿赖耶 使种子为因缘才隐生的 没有内种 就没有外种 由一笔熏息而生的 由第六意识熏息阿赖耶时产生这个内在的种子 才变现出这个外在的植物的种子的 所以 一切法的声音有内种跟外种 其实内种才是真正的因缘 所以在阿含经上说 这个世界成住坏空 成住坏空了以后 那么到了空 又变成城 这世界又形成 那怎么会有植物呢 怎么会有水果呢 它有种子 那么它怎么有种子呢 它第一颗的种子是哪里来的 它怎么会有第一颗种子呢 就是由业力变现的 那种 这一类众生有这个因缘吃到苹果 它这个苹果的种子就出现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切法的声音是那种 外种是那种变现的 这一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